这次东人会的表现 东道主的李子军格外的强烈 而且你会发现他的边上的战态啊 还有他的笑容啊 真的有点像前世纪冠军前提这样 请不吝点赞订阅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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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道主选手来自长城的李子军表演结束 难怪这次呢在这个比赛的现场 有很多业内人士要祝贺陈璐 说陈璐啊你后继有人了 非常开心非常开心 我觉得这个李子军这个小姑娘呢 当你看她比赛的时候 你真的这个感觉不到她有那么紧张 非常松弛而且很有灵气 所以这个就是她的这种特质 也这个小姑娘非常争气 顶住了压力 那么在家乡父老面前完成了三套非常完美的节目 来回馈长春的父老乡情 对她你别看她姑娘小姑娘小 这次她很有号召力 很多观众都是冲着李子军来看花样花边的比赛的 对对对 因为李子军其实跟我的成长经历也是非常相似 因为我们都是在这一块冰场成长起来的运动员 那么她还在三四岁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开始练习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发现说这个小姑娘不错 长得像个小瓷娃娃一样非常可爱 而且滑起冰来非常有灵气 对她这次冬运会的节目特别是短节目和自由华 这样的表现拿到国际赛场参加成年组的比赛 都可以获得很好的名次 对对对非常不错 她的表演特别赏心悦目 你不用担心不用那种揪着心的看 对你看她比赛你觉得很轻松 对这个往往就是好像给你一种错觉 她只是在表演好像没有那种比赛的那种压力 好像在她身上感觉不到 所以说意高人胆大 选手在场上的表演能够让大家觉得这个心旷神异 就是因为她有很扎实的这个技术的能力摆在她 对对 她有功夫去表演展示你的表演 对而且这个孩子他的这种比赛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基本上在比赛当中 她能够把她的这个最佳状态发挥出来 其实这个也是一名优秀运动员需要具备的素质 对比赛型的选手 对 她已经获得了前面 两块的女单的金牌了 对以绝对的实力 对虽然说还没有打出来 但是我想金牌悬念已经没有 不大了 对 这个我们要祝贺林伍基 好来看她的自由滑技术分 好 好 基础分高达68 以大比分的差距把其他选手这个远远的甩在身后 秒杀最后拿到了金牌 这也是她在本次的东运会花样滑冰比赛当中一个人包揽了三块金牌 祝贺她 祝贺 也祝贺我们长春的所有人 对 好那么现在呢 欢迎滑冰女单做滑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 获得金牌的是东道主选手长春代表队的李子军 获得亚军的是哈尔滨代表队的张可欣 同样来自于哈尔滨的赵子权 是获得了第三名其他选手耿冰娃因为在自由滑跳跃当中的失误最终是排名第四位 好了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女单自由滑就为您转播到这儿 是由陈璐和陈寅共同为您解说的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